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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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这里好多外国人哦 就是说啊 我妈妈跟我说 很多东南亚移工放假的时候 都喜欢坐火车去找朋友 我们搭两点的火车好了 好啊 那我们去买票吧 他们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买票啊 我想他们可能看不懂中文字 我们去帮他们吧 请问你们需要帮忙吗 我们看不懂中文 不知道怎么买啊 没关系 我帮你们买吧 你们要去哪里呢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要去找朋友 他就在 票没好了 谢谢你 谢谢你 不客气 好了 你们快进去月台吧 火车应该快来了 小妹妹 小妹妹 谢谢你 再见 再见了 我们的票也买好了 啊 买票这么普通的事情 对刚刚那些移工叔叔来说 确实一点也不简单哦 如果有办法帮助他们就好了 如果有办法帮助他们就好了 下星期啊 怎么了 没什么啦 到时候我想请妈妈帮一个忙 我跟你说 昨天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可以帮助新移民哦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出发去社区学校吧 后来 小兔兔就跟着小雾鬼说 哇 每个人都好认真啊 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我女儿佩芳 跟她的同学珍珍 佩芳昨天很神秘的告诉我说 希望大家可以帮她一个忙 至于是什么忙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让她自己跟大家说吧 大家好 每次我去火车站 都会发现有很多移工叔叔阿姨 在用机器买票的时候有困难 所以呢 我想请各位姐姐阿姨 或是哥哥叔叔 帮我把买票操作说明 发映成你们自己的母语 像是越南文 泰文 柬埔寨文 然后我跟珍珍会做两个大看板 帮助他们买票 OK OK 没问题 这主意很好 很棒 天哪好紧张 不知道会不会被赶走 只要先跟站长叔叔说一声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吧 站长叔叔 两位小妹妹 我就是站长 有人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嗯 请问站长叔叔 可不可以让我们在车站内举看板 上面有东南亚语的翻译 哦 因为有很多移工阿姨叔叔看不懂中文 买火车票对他们来说很困难 原来是这样啊 真是惭愧 没想到我身为站长 却忽略了外国旅客这方面的需求 我应该要谢谢你们才对 所以站长叔叔 您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可以放置看板了 当然了 我也会着手进行增加东南亚语板的买票操作说明 并且推广到其他不同的车站 真是太好了 好贴心 谢谢你们 谢谢 当我们来到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环境时 许多原本简单的日常活动都会突然变得非常困难 像是对很多来台湾工作的移工 或是新移民来说 因为看不懂中文字 所以买火车票这件小事 可能就会变成一件大事 身为主人的我们 只要多一点热心 细心 还有同理心 就能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是不是很棒呢 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用心 关心周遭的人 事物 我们的社会 就能变得更温馨哦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 也计划 也计划